华联县第一届原住民杯锤球比赛 今天上午在瑞穗乡瑞美运动公园热闹开打 纵然户外的高温破表 不过全线报名参赛的22支队伍 选手们热情不灭 顶着烈日追逐冠军 竞争相当激烈 户外高温破表 锤球队每位选手各式防晒抗日装上场拼斗 长边教练以及队友不时传达战略 希望能够拿下这场胜利 华联县第一届原住民杯锤球比赛竞争激烈 除了实力与球技的强队 也有初体验的菜鸟队伍来试水温 不仅敌对的队员帮忙指导 连裁判也看不下去 一个一个耐心带领闯关非常搞笑 场内场外笑声不断 也舒缓了竞赛的紧张气氛 今天有大概参与的队伍是22队 有一些是来加坎AB队 复眼AB队 马眼AB队 所以还有还有玉璃队等等 也希望他们能够今天大家所有比赛的好朋友们 以及有个很好的成绩 锤球运动相当受到县内各乡镇市社区部落的喜爱 平均每一乡镇至少都有五队以上的锤球队 县议员林玉芬有鉴于此 积极争取办理全县原住民杯锤球赛 希望能够提供部落长者一个发挥球技的竞技舞台 也能强健体魄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办理 那受到大家的这个踊跃报名 我们非常开心 也谢谢县政府给我们支持 让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 垂球比赛运动能够发展 然后让我们的长者越来越健康 也因为参与球队有荣誉团队感 然后也觉得自己打球也非常健康很喜乐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也希望每个队伍能够更精进 未来期待是他们能够参加全国新的比赛 然后可以创下夹击 花莲县第一届原住民杯锤球比赛 今天上午在瑞穗乡瑞美运动公园 热闹开大 在花莲县政府以及县议员林玉芬 金淑敏的全力支持下 吸引了22支的球队报名参加 除了争取夹击也切磋球技 选手们高度肯定 也期盼未来能持续推动办理 让他们有机会以求会友交流情谊 记得是玉兰最翠采访报导 好 好 好